现在到了选举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却变成了民进党眼中的十二不赦 选举选到这样真的没人信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自清 民众党新主市长参选人高宏安 秀出证据因为他被踢爆 任职资撤会期间或公费 赴美国新兴纳体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纵文却是简简贴贴抄起来的 高宏安不是零字简 高宏安在求学的时期 没有什么政治人物的人脉跟光环 我们在美国博士求学期间 发表的论文都是可以供检验的 仔细比对高宏安的博士论文 不止文字部分与ICPMT2017 发表的合著期刊论文 完全相同外连图表也一样 类似状况也出现在 另一份ICI2017的 合著期刊论文中 高宏安与陈辰辉 谢艳首等四名研究员 共同发表内容也有多处 被诊断大篇幅 搬到他的博士论文里 期刊论文第一作者 就是我高宏安本人啊 我在2018年论文绞交到 美国学校的时候 校方已经跑过 相似度是6%的结果 高宏安强调觉悟超习 但问题是资料引用 有没有获得资测会授权使用 尤其高宏安前阵子 才高分被批评 林志坚不当引用 逐科管理局 委托中华大学的研究案 整个架构 研究的计划的架构 跟原创性都是我的 所以我觉得跟林志坚这个 如果要来比喻的话 真的是侮辱我了 不能够拿什么资策会 委托业界研究 跟组合管理局来 递购到菜兜嘛 这就没干的事情嘛 但高宏安取得博士学位后 不到半个月时间 跳槽到鸿海上班 也被指一把公家资源 当成职业跳板 当时的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 这个合约上面是 回来后要留任半年 就是你去半年 你留任半年 所以我也完成了 这个工作的规定 论文抄袭案风暴蓄烧 高宏安亲上火线 要把冲击降到最低 静雄航 新朋友之后采访报道 谢谢